化育基金会透过不同的课程 希望能够接引大众修学佛法 化育基金会在台湾成立30年 办理许多佛法教育课程 有佛经导读、实修闭关 法会共修与空信课程以及藏文学习 希望接引更多众生学佛 我们是化育基金会 在台湾已经成立将近30年 那主要是以承办各项的课程 佛法的课程 我们会离请我们传承上面的上师 来到我们化育基金会 从事一些佛法的课程 是这样 那发现这个因为化育基金会是在北部 那为了这个利益中南部的这个法友 所以我们在去年的5月 在台中成立了化育台中 那去年的5月22号离请创股仁波切 来为我们到场开光 那所以我们就能够服务到这个中南部的法友 为了利益中南部的法友 在2018年5月成立化育台中 离请创股仁波切 致化育台中开光 致力弘扬佛法 服务中南部法友 化育台中底下有个绝有请佛教协会 长期举办多项课程立以终身 然而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化育台中到场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暂停下列活动 1.3月29日密热日巴上师相应法 即会共课程 2.4月25日至4月26日 藏传佛教的修行次第 即释迦行实修教授课程 3.5月29日至31日 入菩萨行菩提心关闭课程 直此期间 化育台中期望法友各自精进 共同祈愿 极易退散世界和平 众胜安康 史房新闻 环慧如肖瑞丰 台中采访报道